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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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黄金柱他必须具备有几个标准才能成立黄金柱 那黄金柱也称为金线 那金线战法的取点和划线的方法和原则有三点 第一个我们以黄金柱自身来找它的顶底和实底来划线 第二个我们要找三日定性 黄金柱后三日的最第一个实底划线 第三呢 找黄金柱后三日最第一的虚底划线 那我们根据黄金线我们就找到了就找到了装 因为我们量学是实装的利器 我们量学是看的是股票背后的人看的是装 对吧 那我们怎样来找装呢 根据黄金线我们知道装什么装顶的是谁装顶的是墙 墙上就找了黄金线 对吧 就找了黄金线 黄金线又分为什么 黄金线又分为将军线 黄金线和元帅线 那老师又给我们清清楚楚给我们划分的 黄金线和将军线怎么来找呢 两分法 线上为黄金 那线下为将军 对吧 跳空的就为什么 跳空形成王牌的 那他就形成 他就是元帅 他就是元帅 所以说我们找到了黄金线 画好了黄金线 我们就找到了就找到了装 就找到了装 那墙装裁头 裁头裁的谁的头 裁的是黄金线石顶 裁头的 裁头的 裁石顶的那墙装 那金装 裁腰的金装是谁呢 裁金装的是裁的 黄金线后三日最低点的 石底和虚底 它是什么 它是金装 是金装 那脚装裁脚呢 是裁的什么 是裁的黄金线的石底 它是什么 它是脚装 所以说裁有的时候呢 我们了解箴言 说灰彩黄金线 掌平在眼前 那灰彩黄金线 掌平在眼前 怎样能掌平在眼前 那我们大家知道 单个掌平起义 很难起到决定性的 足迹掌平的位置 只有多个掌平起义 组成了掌平一马 才能显现足迹掌平的位置 那火门 怎样会想黄金线 掌平在眼前 是我们要找什么的 是我们要找底呀 我们找到了主力的生物线 叫他的功 找到他的功 要找到 要找到底呀 那真底 真底是什么 所谓真底 就是指某一阶段的最低过业价 所谓的过业价非常多 他是指某天下午 三点收盘到第二天早晨 九点半开盘 经历了十八点五个小时的全球 政治信息 军事信息 市场信息 经济计时信息 等等 各种因素考验之后 四日被羊驾驻盖部二分之一 超过二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要谁真言 说呢 自养 我明白 就是最好 成全 超过二分之一 最好就是双阳胜 对吧 对吧 阳胜尽 阴神主 小必要大大 阳胜尽 对吧 那根最低的阴价值 就可以预判是真底 我们为什么要找真底呢 因为我们找到了真底 就找到了这个波段的低点 我们找到了主力的生命线和工房线 又找到了底 工之前 我们又回来回踩脚踏实地 寻找大地 对吧 那我们还缺个什么 是我们还缺 主力的动作呀 因为我们 让学看透的时候 通过经纸看的是股票废物的人 我们要找装啊 这等于动作 对吧 用动作才能 工啊 对吧 那我们要找主力有计划有目的 精打细算回踩的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精准回踩 回踩精装 回踩精准 精打细算 对吧 只有什么 只有这三点合一 合称的这条复合线 复合线 那复合线有方向 对吧 那线上看涨 线下什么 看跌 对吧 线上看涨 线下看跌 是吧 那只有他们 这三点合一合成的这条复合线 才能 才能显现出浮肌掌平的威力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一起来学习投机掌平的情牛之神 那这情牛之神 大家要知道 我们是中小投资者 对吧 那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右侧教育 做右侧教育 没找到上升趋势 你必须 必须有资金进厂 能看到庄呢 你自己进厂吧 有自己进厂之后 他要什么 他要洗来洗盘呢 要洗到跟风盘和套牢 怎样来洗盘 他要假天下来 假天下来表现在什么地方 表现在长阴短柱 后三阴从二 对吧 假天下来 对吧 那长阴短柱 什么是长阴短柱 那长阴短柱就是 长长的阴架柱 对着短短的音量 其架柱与量柱的比例明显失衡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什么 就是架柱明显大于左侧的架柱 就是我们大家跟大家讲的 有没有 向左看啊 就自己指节亮柱很容易 左侧吧 对吧 左侧吧 以左侧的架柱 对于架柱来定 架柱明显大于左侧的架柱 而呢 量柱却明显的小于左侧的架柱 另一种情况是 另一种情况是 架柱和量柱明显大于左侧的架柱 但其架柱和量柱之比 啊 量柱之比 自身之比对吧 那比例明显失衡 就是什么 就是架柱明显大 而量柱明显小 其架柱长度的变化 明显大于啊 量柱高度的变化 也就是说 架柱的长度 明显大于 量柱的长度 啊 这是 长阴短柱的概念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案例 大家看 看 我们是找到了 黄金柱 画出了黄极线 画出黄极线 那再直接看 是 跌的时候 是长阴短柱跌下来的 长阴短柱跌下来的 而且大家找到了什么呢 在此阶段 我们找到了黄金 找到了黄金线 啊 找到了吗 找到了真底 是真底 为什么找到真底 他是佐证理由线 第二点被确认 对吧 啊 别确认他就是真底 那而且现在我们看 有金柱灵柱 那他怎么 就是这个 灵柱的这一波 是吧 灵柱的这一波 啊 灵柱的这一波 对吧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案例 集合案例 来跟大家做一下交流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 002516 那这是在一波上涨的趋势当中 对吧 在一波上涨的趋势当中 那他回踩的时候 大家来看 他回踩的时候 大家看是长银短柱 啊 再跌的时候 大家看 又是长银短柱 对吧 那再跌呢 又是长银短柱 对吧 那他跌下来的时候 大家看 跌下来的时候 是回踩什么 是回踩的黄金线 回踩黄金线 那这个真底 这个真底 是被第二天确认的 怎样确认的 是双阳胜 阳胜金 对吧 助长银 阳胜金 对吧 那我们看 他回踩的动作呢 回踩 那这一天 他的黄金线有多少呢 4.88 那大家看这一天 4.89 是精准回踩 精准一分 立加 对吧 精准回踩 那我们找到了黄金线 主力的生灵线和工房线 在自己的生命 对吧 既然是主力生命 他们 既然 是我的生命 要保卫自己的生命 保卫自己生命 然后 又什么 又脚踏实地 这是工 要工之前 要找底 找到大敌 找到底 那找到敌是庄家的有动作呀 有什么动作 有没有精打细翻的 有计划有目的的 来回踩一脚啊 对吧 这有计划有目的 又找到了精准回踩 对吧 回踩精准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这天是得到确认 然后 碰 反弹 啊 这一波 对吧 那我们来找 画好了黄金线 我们就来找庄啊 他为什么能 反弹这一波啊 为什么呢 是我们来看 他踩的什么 是他踩的是头啊 踩头吗 踩头是强庄啊 是踩头是强庄 然后打起这一波来 那我们大家再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大家看这一波 啊 这是不是也是在一个 上涨的一个趋势当中 啊 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 那我们大家看从这 跌 是长一段数跌下来的啊 那他踩踩踩 踩到哪一个地方 是踩到黄金线 这个地方啊 那这一天是多少呢 这一天是23.38 那大家看这一天啊 2340 啊 精准两分 是精准两分 啊 那这一天是 这一天是缩量次养 过阴吧 就是最好服务集圈 是第二天 过了过了二亿了 啊 过了二亿是得到被确认的啊 只要他回踩不破真底 不破黄金线 是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那大家来看 看长云短注 长云短注的市场激励是啊 是主力珍惜自己的筹码啊 珍惜自己价位啊 自己筹码打击打击别人价位的一种行为 是主力主动出击清洗浮丑的一种市场激励 对不对 傲股当中的长云短注 那在呢 下跌末端 下跌末端的时候的长云短注 是主力拼命打压最后一跌的行为啊 啊 怎么拼命打压最后一跌的行为呢 那大家来看一下 看从这开始 他越跌越放量 越跌越放量 根据庄载散歇 啊 那只有庄家越跌的时候 他什么 越干嘛 啊 啊 那我们中小投资者 那越跌的时候我们是越恐慌啊 越跌越恐慌啊 啊 庄载散歇 越跌越放量 那庄家呢 他在此前上升趋势当中呢 啊 自己经常 然后呢 在此阶段 他是珍惜自己的筹码啊 打击别人架位 然后呢 又在下跌末端的时候呢 他又挖了一个坑 又挖了一个坑 不但在吸 啊 吸 该写的有筹码 所以说他一旦找到了 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线和攻防线 又脚踏实地 又脚踏实地啊 之后呢 又精准 又灰彩精准 啊 灰彩精准 对不对 又有计划 我有计划 就踩到我自己的生命线和攻防线 之后呢 又有计划 然后得到确认之后 再给我一次机会 是我们大家要吗 珍惜这个机会 对吧 既然你是假跌下来 又在阶段底部 又是 捡代谢的筹码 拿了筹码 在这个地方 又是得到确认了 我又看到你啊 精打细算的啊 有计划 有目的的 灰彩一角 那是我们大家 在这儿 我们证明了 那在这天我们要观察 观察 看一看 看看什么 他是向上还是向下 那这一天 他说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长腿在线上 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他没一次机会 那这天一个跳空 说明 壮家打破冰箱向上的时候 您再次拿这么多筹码 必然 必然你要什么 反攻回来 是不是 是我们找到了 情牛神啊 我们 找到 找到了情牛神 那是我们是就 情到了这头牛啊 是我们就啊 趁上 庄家的轿子 痛痛快快 来欣赏 什么 无限的风光 对吧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他是 是采的吗 采的是头 那这一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天 他也采的是头 也采的是头 那大家看一下 他是什么 他是因为长期下跌 是不是 啵啵啵啵 长期长期下跌 一直洗洗洗洗洗洗洗 庄家 一直洗洗洗洗 洗到什么 洗到摆滴了 洗到低量了 低量什么 低量是底线 你底气的奋机 是不是 他来测试市场的底线 看我冲马洗不洗干净 然后嘛 然后还要试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这底气来拉伸 是不是 这是长期洗盘 长期洗完洗 就洗到北 洗到低量了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新亚 新亚他也是强壮 他也是强壮彩头 但是呢 他是呢 很短的时间来洗 不光很短的时间 不光是比前期 旷打洗盘的时间要短 而且呢 而且他在此阶段 他在末端的时候 又在减代谢的筹码 减代谢筹码 虽然是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放量 但是这个量是什么 是主力拿筹码一种行为 所以说他也能 也能快速的来 一个什么 一个是长期洗盘 洗无可洗 跌无可跌 对吧 一个什么 虽然都是强壮彩头 那这个呢 新亚他是什么呢 他也是强壮彩头 他是什么 他是 在此阶段 他在阶段底部的时候 他是快速来拿筹码 他也能什么 也能快速 来反他 也能快速反他 所以我们大家要找什么呢 我们大家第一个 要找 要找 长期洗盘 洗澡 要结合低量 洗澡 一直到庄稼才去修口疗法 我在看市场 这个筹码 我洗不洗干净 我洗不洗干净 再一个我们要找 什么呢 你要找 庄稼快速来洗盘 在阶段底部呢 他是拿筹码的 像这样他会快速的 时间短 一二三四块 时间短 而且呢 而且是快速的反筹 既然他减代谢筹码 他怕什么 爬对手盘他抢仇 对吧 爬对手盘抢仇 所以说他一触底 马上马上就要拉起来 两种方法 再一个呢 再一个大家看一下 大家再看一下 那601882 他也是长期下来洗盘 长期下来洗盘 但是呢他呢 下跌的时候 因其中 你看大赢 大赢 是吧 每个大赢的前沿 都是大碉堡 是不是压力重重压力重重 虽然他在此阶段 他回踩的什么 回踩的黄金线 那回踩的黄金线 他是什么 回踩的就是将军线 将军线 也成为黄金线 对吧 你看他在此阶段 他踩的 踩的脚 是不是 踩脚为脚装 那在此阶段 大家来看 在此阶段呢 你看 在此阶段 他是踩脚 踩脚横盘几天 那大家来看 这个回踩之后 他也是 也是横盘几天 只有这个规律 踩脚这边 横盘几天 那这边也是 也是横盘几天 对不对 虽然在此阶段 他也是什么 也是长云短柱下跌下来 也是长云短柱下跌下来 在此阶段 他也是有灰彩的动作 也是精准灰彩的动作 也有精准灰彩的动作 但是呢 他是什么 他是左侧 他是阴气重重重 阴气比较重 对不对 所以说他在反冲上去的时候 每个大银十顶平均 都是重要压力力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他打开大银墙量 今天就下来下来再洗盘 对吧 所以我们要找什么呢 我们找最好要找 左侧 小银小银的 小银小银下跌下来的 最后是 找下跌 无灵界 大银大银跌下来的 他只有大银大银跌下来的时候 他除非是强壮 除非是龙 除非是腰 他才能胖胖快速打上去 否则的话 他每个大银 尸顶就是大胶 就是重要的一个压力力 必须 反抽的时候 他还要先捅 有个胆腔来测试 再一个什么 再给大家看 带次阶弹 他是左侧 阴气 比较重 像一个病人一个样 对不对 得了重病 那你应该什么 应该再回家休息休息休养 休养一段时间 对不对 然后你再养好了身体 你才能再出来 打仗 对吧 这个股场是战场 对吧 站起来 但是大家看 他刚刚进了 刚刚得病了 得病 而且很重的病 结果他一触底之后 还着急 我着急出门 着急 马上我就上战场 结果体力不值 遇到大碉堡的时候 中大中药 阻力的地方 他遍遍遍下来 是不是 那我们大家再看一下 这脚状 脚状 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 002360 同样他也是脚状 踩脚 对吧 灰彩黄金线 也是有金种灰彩一个动作 对不对 他也是 大家来看 他也是作册的时候 也是阴气比较重 阴气比较重 但是我们大家要不要知道 我们要什么 打开让波 打开分时 分时 让波是主力行为的解剖道 那这天也阴气比较重 但是这天什么呢 这天他是撬板 撬的低板 这跌停了就撬板 那谁有这个能力来撬这个板呢 是庄 所以庄家才有大资金 他才有这能力把跌停板给撬起来 对不对 那我们找到找到什么 找到是主力股票背后的庄 我们看到看到是庄的领子 对不对 那他什么呢 虽然他是阴气比较重 虽然他阴气比较重 虽然他阴气比较重 但是呢 他什么呢 像什么 他和海天完全不一样的 在什么地方呢 海天是 得了重病没休息 马上就来参战 而呢 而同德呢 同德这个庄呢 他是得了重病 我呢 在爹的时候 我要吗 我来再 有资金 在这试一试 有试探的行为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得了重病之后呢 我要吗 我要回来修养一段时间 是不是 我有他平衡之后 找到了他平 找到了主力的生命线和攻防线之后呢 找到了支撑 我自己 啊 还要修养一段时间 怎么进成自平衡 进成王牌 进成卧底王牌 在这几天呢 我在这修养 修养 养精 输锐 养精输锐之后呢 我才能不能 我才能 反程才能来 攻打这一波 成长 并且他这庄稼 他有没有计划 有没有目的 在这一天的时候 大长腿 什么 有盔采的这个大印 尸体平衡鞋 是吧 虽然同样是什么 同样是矫装 啊 同样是矫装 海天呢 海天啊 和 同德 同样是矫装 但是 他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啊 洗盘的过程当中 啊 庄大的 他的意图不一样 啊 然后他的反弹力度 就不一样 反弹力度不一样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碰碰碰跌下来的 对吧 碰碰碰跌下跌啊 因其表种碰碰跌下来的啊 并且呢 我啊 跌下来的时候 我不休息是不是 是一个病人 不在家休息 不啊 好好休养 我直接 我直接就啊 到了前线 我来打仗 对吧 来干价 结果呢啊 因为自己体力不支啊 啊 而败下来 对吧 那 童德呢 童德同样是啊 左侧 因其重重 对吧 但是呢 他来往下走的 哇 回踩的时候呢 他有啊 自己来试一试 看一看 一个意图 再一个什么 再一个啊 虽然我得了一场重病 对吧 但是呢 我要起来的时候 我要借助别人的力量 归踩善 归踩第一个 我找到自己的生意线 和攻防线了 找到黄金线了啊 二呢 我又确认了真底啊 第二天 直接一个跳空 一个跳空啊 哎 我找到底了 我能踩踩 我能站起来找到底了 找到底 不光找到底 那我还要还要修养一段时间 养精树锐 养 我修养一段时间 然后什么呢啊 养好了身体 有了劲了 对吧 养精树锐之后呢 我那才能碰碰碰 我才能大声仗 是不是 同样如此 我们大家来比较一下 再一个大家要清楚明了 清楚明了什么呢 灰彩精准和灰彩精准线 完全不一样啊 灰彩精准只是呢 主力的一个动作 而灰彩精准线呢 灰彩精准线 就是主力 它是有计划 有目的的 是一个精明狡猾的一个状 啊 怎么精明狡猾的一个状呢 啊 大家知道那精准线指的是什么呢 精准线特指的某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啊 有两个 有两个啊 有两个 或者是两个以上同向 大家知道同向同一个方向啊 同向同一个方向啊 同向同等价位或者点位啊 重合在一条啊 重合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两线 叫什么 叫精准线 叫精准线 灰彩精准和灰彩精准线 完全装的啊 它的后势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在此阶段的时候啊 精准线它有方向性 线上啊 为长那线下 如果是在线下呢 线下被跌啊 它有方向性 再一个这是什么呢 老师清清楚楚问问 给我们讲的 精准线就是我们的 琴腰省 琴腰 琴腰省啊 那大家看一下 0422湖北一化 为什么啊 他能走出这一波来呢 大家来看一下 是 他在此阶段 他是精准灰彩的是黄金线啊 那黄金线他这早上呢 17.95对不对啊 灰彩精准线线 而且这个什么 又是长云短之架 下跌下来 那是不是在第二天被确认了 这个真谛 第二天 第二天 你看他是 下跌是阳盖音 对亮跌 亮跌是阳盖音 那下跌呢 是不是他是同的啊 一十点过了音吧 是得到确认 是得到确认 第二天得到确认 他是真谛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底他是多少 最低18 那这一天呢 收盘呢 开盘18.01 是精准啊 那大家再看这一天 这一天最低是多少 最低17.82 大家看这一天 17.80 是精准 精准 啊 是同项且同等价位 在什么啊 重合在一条水平线上 这就是精准线 这是什么 这也是啊 精装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装在这波上涨趋势当中 洗盘的时候是加跌下来啊 别 时间短 对不对 时间的12345时间短 在这期间不断的用什么 用啊 真底啊 用长团啊 不断的试探自己的生命线和攻防线啊 我试一试探探 我看看我有没有能力啊 有没有能力 在此阶段看看有没有跟风盘和套脑盘 我在此阶段有没有自己的能力 我就拉起来 不断的试不断 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试了 四天中放心了啊 放心了 认为什么我洗盘洗干净了 也洗掉了跟风盘我啊 我呢啊 洗掉了跟风盘 我也把套脑盘给捅下来了啊 然后这天是 背量 背量 翻腿碰 拿起来碰碰碰 拿起这波啊 大家看精准线和回踩精准啊 完全不一样 看在后视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大家看一下 六零零七三二 六零零七三二 大家看这一波 我们来看这一波 大家看 你看 这是不是回踩 回踩哪个地方 是回踩在踩头 是强壮 啊 怎么强 怎么强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一段哈 一段段看 我们来看这一段 大家看 你看 这一天最高的啊 1103 那这一天 彩是多少呢 1104 那这一天呢 大家看 是1101 是精准回踩 精准回踩在同一条啊 水平线上 对不对 啊 然后是 搭起这波来 搭起这波来 啊 回踩啊 并且大家来看一下啊 看这个桩哈 我们大家好好来研究一下这个桩 看 踩头的是强桩 精准回踩之后 他搭起这波来 这波什么 这波是架掌量所 择机作多 是 装架空排 装架空排 然后他又跌下来这一波 又是啊 长颜短数跌下来之后呢 又什么 又是回踩精准 回踩精准在哪个地方 回踩精准又是在这条啊 黄极线上 黄极线上 那大家再看 它是多少 这一天 1101 是精准回踩 回踩 回踩的黄金线 回踩的黄金精准线 这黄金精准线 它是同项 一二三三三个点 踩在黄金线上 并且 它是什么 它是强壮 这样强 架掌量素 招架空排的 那这就是什么 大解是不是 一二三四大解行为 所以说 有大解吗 它必然碰 又 马上一二三四碰 马上又回去了 是吧 那这床再回踩一下 它又是一个回踩 回踩哪个地方 回踩在黄金线上 又是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精准 又是一个精准的动作 对吧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 回踩的是什么 回踩的是 精准回踩黄金线 对不对 这精准线 所以说它能快速反冲 快速快速返回来 那这也是 你看 一个什么 一个动作 精准回踩 又是强壮所力 那它 碰 又打起来这一波来 那这个状态 这一波上涨之后 它又一个又一个回踩 又一个精准的一个动作 碰 然后一个 形成一个 啊 你看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一波又是一个 灰彩 又是彩头一个动作 碰 又长这一波 所以说600732 这个状 这个什么状 是一个精明狡猾的一个状 而且还是一个稳状 怎么稳状 每走的每一步 我必须 必须要找到 啊 生命线 找到 主力自己的生命线 和攻防线 我有攻 有手 有攻 之后呢 然后有手 找到真底 第二天确认 脚踏实地 我在攻 对吧 然后攻防之后 我再来找 啊 再脚踏实地 那我再攻一波 啊 攻一波之后呢 我再嘛 再再回来再试探试探 脚踏实地了之后呢 那我再来攻 脚踏实地之后呢 那我再来攻 是不是 这个装说明什么 说明它既是个强装 又是一个精明狡猾的一个装 所以说它才能步步为营 步步为营 打起来 好 那我们大家今天通过啊 学习伏击掌停的擒扭之声 大家知道什么 我们要找什么 要找股市里面的金子 对吧 我们要找股市里面的金子 找到黄金柱 找到黄金我们要什么 啊 我们就找到了他的男生兄弟 黄金线 为什么要找黄金线呢 因为黄金线是主力 生命线和工房线 对不对 那找到了黄金线 我们的量学真言 灰彩黄金线掌停在眼前 我们怎么能掌停在眼前呢 是我们要找 找到了主力的工房线和生命线 要找到工之后 我们还找到底呀 必须要脚踏实地 你才能掌停在眼前 对吧 那我们找到了底 还要找什么 我们要找装啊 因为我们量学就是实装的力气 我们要找装 装什么呢 那装我们找到有计划有目的 精打细算的一个意图 什么样的意图 它的一个动作 你必须的动作 你得灰彩精准 你得有工的欲望 找到了你工 找到了你的生命 找到了你的工夫 我们要脚踏实地 找到了底 那我们又看到这个装 看到了这个装 它要齐 精打细算要齐 是不是 我们找到了这三条 一点的复合线 又做证明 又确认 确认你的真谛 是 才能 我们才能 看到伏极掌停的威力啊 也就是今天跟大家教育的 伏极掌停的 轻牛之声 这就是什么 这条复合线 黄金线 真谛 在灰彩的一个动作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教育的 伏极掌停的 轻牛之声 对不对 这个轻牛之声 必须要有条件 那必须是在上升的趋势当中 必须有资金进场 必须要假跌下来 做好配合 再结合一下低量更好 是不是 那根据量线三项规律中的 拐点转向力 精准线形成的地方 往往都是什么 往往都是阶段性的拐点 大家也看到今天案例 是不是 就是拐点呢 那精准线它有方向的一个规律 线上看涨 线下看跌 那大家也看到 今天我们看 主力灰彩的一个动作 灰彩精准和灰彩精准线 完全走势不一样 对不对 那让我们睁开双眼去发现 庄家的梦合吧 一旦 新庄神在手 那我们就是庄家的东家 我们就是主力的主帅 让我们握住秦牛之神 乘上庄家的轿子 一起畅游古海吧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让我们在这个古海当中 一起共同努力吧